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Sekiyaki Ando 今天呢,如标题所见,我作为一名十级罗娘要尝试猜测一下 今年,应该是今年吧,还是去年 反正就是最新这一年,Baby和AP这两家日牌所出的这种华丽款 完全受注预约至超华丽华丽款的价格 对,然后在开始之前呢,我要先说一下 我知道十级罗娘经常是个贬义词 但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用这个词来自嘲 就是,哎,像我这样的十级罗娘 所以就是这么个意思了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想说如果说你买了这些查汇款的话 如果说你下定金的话 你要知道,我有可能会不喜欢这些款 反正我是如果我买了什么新款 然后别人说,哎呀,那个款好难看 我心里就会很个等,对吧 所以,如果你不想个等的话 那就还是不要看这个视频比较好 毕竟花那么多钱 而且再怎么说都是我的个人主观的印象啦 就是大家可能很喜欢呢 是吧,食物可能非常好看呢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的选择 虽然我个人已经很久没有买baby或者是ap了 但是为了证明我是怀着善意录这一期视频的 你看我身上穿了一件来自baby的 这个是好久之前罗马假日 这样一件op 然后背后的话呢,也是来自ap的 这个是贝壳 贝壳的op 这两家都是我曾经的爸爸都是我一度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牌 对,然后我上一次买茶会的话 我们可能很多频道的观众是通过那期视频认识我的嘛 我记得那个时候 那个茶会款的价格 原价可能人民币一万二左右 我不是很清楚了 我记得因为一度有点嗨 价可能嗨到了一万四 对,然后当时其实baby同时期出的那个和平之春我也买了 虽然我一直没有在频道里面po过 好像价格我记得也是可能嗨了一点 嗨到一万七 应该一开始是一万四左右我记得 对,那么这两件都是大概两年前了 两年前左右的事情 所以现在这个价格 我稍微有一点点 这么一个比较的这个参考度数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 新品的豪华茶会款 涨什么样子以及多少钱 好的,那么这里就是工作小组为我准备好的文件夹 如你们所见,包括这个品牌以及设计裙子的名字 都是按这个文件夹整理好了 那么我们先从baby开始吧 好,baby这个rose mademoisage强威小姐 看一下,嗨 哇,好多图 辛苦大家了,好多图 哇塞,我本来以为就很少一点点的 这么多图啊,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看这个盘 哇 哦,好大的帽子 哇,这大概得有20个花架吧 我看看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这是 哇塞 OK 所以是一件这个脱地长裙吧 就像之前永恒灰黄那个长度 哦,这两个色差差的有点大吧 一个是那种比较亮的Sax蓝色 另外一个是像是灰蓝色 哎,这样看的其实还挺好看的 哎,说实话 哦,动图 哦,厉害极了 给工作小组点赞 啊,棒极了 哦,哇塞 好看呢 哎,挺好看的 说实话挺好看的 预约结束了 哦,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蕾丝的纱 丝带dress 哎,这是 这两款是一件吗 哦 感觉粉色能够看清楚 这个裙子底下是一个印花 外面的警车 感觉到这个价格要突破天际了 所以 来巡视一下 哦 哦,蓝色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到 底下这个花 哦,底下是蓝色的玫瑰 然后上面是蓝丝带 这样也不错 哇塞 哎呦,真好看 哦,这个是没有帽子 嗯 突然有点种草了怎么办 看看 哇,OK 所以是有一个蕾结 然后有一个超级大的花关 然后 哦,披风是这样的 也可能就是 披到这里 就是露出领口这一步 这样的一个披风 OK 公主照杀 哎呦 哇 真是极华丽 哦,等会儿 让我研究一下细节 OK 嗯 嗯 嗯 对,然后近看 这些 嗯 哎,行吧 还可以 是个肌秀 对,然后 嗯 这样子 然后是超级大的帽子 帽子里面是蕾结 哇,这个帽子真够大的 超级大 哇 然后还有手套 哎呦,我觉得蓝色好看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哎,这两个设计一样吗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他们正面设计不一样啊 这两个裙子是一款嘛 我觉得他们其实粉色和蓝色 不光是颜色 设计也不是太一样 对吧 确实不一样 我没看错吧 哇,自称十级罗娘 连这都看不出来 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个人好像稍微喜欢蓝色 这个设计一点 我觉得这个 呃,就是这个叫什么 肩膀上 这个稍微深一点的 这个蓝色 类似 是颜色不太一样 就是这两个颜色 和这个是一个颜色 然后下面腰 这边是更浅的颜色 超华丽 嗯,我觉得蓝色还挺好看的 说实话 有点喜欢 有点喜欢 粉色感觉更花一点吧 就更像薔薇公主 好,那么这一件的价格 怎么着 我觉得得上两万 全套肯定要上两万 裙子我觉得也得上两万吧 他们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我觉得价格应该是一样的 除非你们坑我 价格不一样 能放一个文件夹里呢 这个是一个 对,这个是丝带 哦 哦,我明白了 我这才明白 这一件 这一件和那个蓝色的模特图 是同一件 他们都是丝带款 哦,一个是公主dress 就是带丝带的 然后领子是有一个 这么一个三角形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丝带dress 这也太过 丝带dress是没有丝带的那个dress 对,丝带dress的话是这一件 就是模特图的粉色和 呃,官图的蓝色 对,这是一件 啊,懂了,懂了,OK 哇塞 好复杂 丝带dress 一个是公主dress 然后我想想裙子的价格 我觉得公主dress可能会更贵 因为上面感觉丝带啊什么的 就这个感觉华丽的劲儿 比那个要更 更华丽 然后感觉好像也长一点 我觉得公主裙子 至少要两万 丝带裙子其实 和之前比 其实华丽程度好像也没有差特别多 因为外面照的这个纱 其实这个纱也不是多么多么贵的纱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废料子 然后其他的地方都还蛮普通的 这群我觉得 一万七 我之前看 好像去年的产会款就一万七了 但今年怎么着也要两万 对,然后那公主的话 就大概两万三吧 对,袖子的话 哦,这个是没有袖子的 这个是一个披肩的设计 哦,那这个肯定更贵 还有袖子呢 然后后面还这么华丽一层一层的 有很多蕾丝 然后这边的这种设计 也是比较繁复一些 OK 一万,两万四吧 两万四 这是裙子本体 然后 光那个帽子肯定两万五以上 不是,两万五日元以上 两万五日元大概人民币一千三四吧 因为帽子我估计得两千块差不多 所有的配饰加起来 赵群大概也至少要两万到三万 三万的赵群日元 三万日元的赵群 两万五的帽子 就是五万五加上小的 五万五六万七万 七万左右的小物不算多 肯定比它八万小物差不多有 六八四十八就是四千八五千块的 再加上五千块的小物 他们都戴了帽子吧 哦,不对 这个没有帽子 那等会儿 哦,公主 太复杂了 这什么回事 公主裙子 公主裙子加五千 因为有帽子 然后那个的话没有 那就改成三千五 四千 少一个帽子 三千四千差不多 对 好,以上是我的最终报价 好复杂 好,接下来看这个熊熊公主 哦,啊,可爱 好可爱 这个发型做的真的很可爱 然后抱着两个兔熊 哦,哦,真可爱 这个头发把头纱这么撑出来之后 头纱形状很圆 就给人觉得很可爱的感觉 脖子上还有个大花 哎,挺好看的 哦,得 这么短 一秒拔草 哦,好短啊 不过甜款嘛 嗯 这个模特的表情为什么这么惨 其实这样看不觉得很普通吗 不就是一件普通的 哎呀好 这样看的挺好看的 哦 这造型不错 就是这个发亮 然后加上这个纱披着 白色这件长 然后是一个这种 蛋糕摆下面两层 然后短 然后粉色这个是一个 就斜着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哦 哦 这样的 也挺可爱的 说实话 不过感觉料子上 好像就是普通的棉吧 有点像 baby花 哎,baby今天没出花架嘛 好可爱 天啊 雷丝也是熊的形状 哦 好可爱 好可爱 超可爱 哎,为什么耳朵是兔子 等等 不是熊熊公主吗 哦 哦 头纱带个 头纱带个毛耳朵 实在是 哦 这个其实我觉得设计还挺好看的 就是 飞袖 这样下来 哎 挺好看的 其实 哎呀 我本来以为我会把他们 批的这个要死要活的 但其实还挺可爱的 哦 这个是 哦 是那个长一点的那一款 哎呀 挺可爱的 还有一个照纱 哎呀 真可爱 买的好 你们买的好 哦 一个是JSK 一个是 哦 茶会款 还有JSK 挺熊公主的这个JSK 和OP 嗯 肯定没有丝带 没有刚才那一件 薔薇公主那么贵 因为这个 纯色嘛 然后料子上 细节上 觉得主要是形挺好看的 但是感觉就复杂来讲 没有那么复杂 也没有那么废料 所以我觉得OP的话 哈 但不涨价 我觉得不现实 但之前那件一万七的 比这个要复杂一些 那我就 一万七 再来一个一万七 一万八吧 其实你一定要横向比较的话 可能之前出的很多茶会款 比这个都要更华丽一些 但是 而且花价其实一般价格也都挺贵的 这个其实比一些花价 还是要华丽一点的 哇 好纠结 OP要两万 一万八 两万 我觉得得两万 那我就所有价格都要再往上抬 那我的这个 四代公主就两万二 两万三 我觉得得 然后这个的话再加四 就是两万七 两万七也太贵了吧 两万七都要接近三万了 不行 我觉得不能这么贵 太贵了 不能接受 那你就一万八吧 一万八 然后 GSK的话 因为是 GSK嘛 就一万 一万三 一万三也 光说这个数字我都没有 一万三其实一件 GSK也非常的贵了 一万我觉得就撑死了 GSK 一件 GSK而已不能那么贵的 不能上一万 不行不行 GSK OP的话我觉得一万 五吧 一万六 一万七吧 一万七吧 GSK我觉得 能上一万吗 可能价格也不能差那么远 能吗 一万 对 然后 没有看到衬衫的小物图 所以我觉得小物是不是 都是 共通的 有一对耳朵 然后有一个罩裙 罩衫 裙子是 罩裙是自带 是OP自带的吗 仿佛是OP自带的 那就是一个罩衫和一个头纱 然后加上一个耳朵 一个 警示 嗯 可能还有小的胡椰姐姐一类的 就是首秀 五六个 这个得 一万七 一万五 日元 然后头纱大概要一万 两万 两万多 一二三 三 四万 五 六 可能也得六万吧 六六 三十六 就三千 三千左右 那我就猜 嗯 三千五吧 三千 五 的小物 然后GSK的话 衬衫什么的 因为没有图 然后大概就这个样子 本来以为这个视频很快就可以录完 那是意外的花时间 好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Angelic Pretty的世界 这三个裙子的名字已经打好了 分别是 搭搭和搭 都不是特别会念 最后一个应该是 Tobas 对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三个应该都是宝石的名字 给我的印象 矿石或者宝石的名字 OK 让我们来看一下 AP 仪女的祈祷 好 这个图少了很多 我很愉快 哈 这 OK 就是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 就是拖地的十字架 袖子 OK 袖子应该是一个那种 有点弹性的蕾丝 这种感觉 OK 这个地方挺好看的 就是那个 这边有一个泡泡袖 哦 就是沙的泡泡袖 然后里面是一个 蕾丝的紧身的一个袖子 然后裙摆是一个 前短后长 这样一个 OK Alrigh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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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图片上来讲 我感觉这个料子 好像也不是说像 Holy Lantan那种蹄花 但这一张 微妙的有点像丝绒的 到底是 哦 OK 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小的细节 就它那个十字架 金色十字架是印在纱上面的 然后这个纱盖在一个 黑色的裙子外面 哦 蝴蝶结是丝绒的 但是身体好像也有点丝绒的感觉 对上半身至少 但我估计下半身也是一样的 只是外面盖了一层纱而已 是一个有点提花 有点质感的雕子 哦 我觉得可能实物会比这个要好看 对这样可能 有点落尖的感觉 不是落尖 就是头发盖住了像落尖 嗯 OK AP 我想想这件 料子 我觉得可能底部那个 就是带暗纹或者织绒的料子 可能不错 然后裙摆很大 然后确实也比较废料子 上面身的细节 其实说白了 也就是普通AP 唇色稍微华丽点的那种唇色款 哦 这个能看出来 我觉得它真的是 这个 直绒 对 里面可能是直绒的料子 但我觉得还是偏简单 因为其实 对吧 一件裙子 盖层纱 加上蕾丝 也没有说上面再多加很多褶 对吧 裙子上面都没有打褶 或者就除了这里之外 下面也没有层次 或者打褶 然后袖子 其实这个袖子也很常见 这件衣服 OK我觉得这个应该比baby那几套便宜 可能和baby刚才那个熊熊的OP差不多 一万七 就带一个抽客而已 那我就猜 我要猜比较便宜还是比较贵 我想想 熊熊那一件 这个料子好 但是那个细节多 所以综合起来可能差不多吧 我觉得一万 因为AP之前就到一万七了 我觉得不太可能再是一万七 一万八 先暂时写个一万八吧 好下一件 下一件是这个神秘罗马宝石 你这么看 不像一件裙子啊 这个图 OK 像吗 还行吧 哦 还可以 哦 大家都好喜欢蓝色呀 今年的流行色式蓝 为什么这么短 这么短啊 这怎么穿啊 这还滑 可能是给这个娇小的妹子 这也太短了吧 这个模特格外高嘛 这个项链也是比刚才那个更华丽一些 然后这个的话 你看层次就很多 然后有很多褶皱 蕾丝 然后袖子也更华丽一些 嗯 还有一些很好看的丝袋 我觉得他们穿的这个袖子 好像和官方的袖子不太一样啊 对吧 官方的袖子是这样 哦 哇这种找不同真是够了 我觉得袖子不太一样 对但无论如何 嗯 我觉得比那一件细节要多 然后料子的话 可能也是这种底 底部看不太轻哎 哎呀这个滤镜加的 我的妈 哦可能也是那种蹄花的料子 嗯 但这个短呢 背后这个蝴蝶结挺好看的 怎么着有两万 这叫它Blue Dress 两万吧 我觉得我猜低了 两万 两万二 两万二 cross 一万九吧 但这样想的话 我觉得之前那个 那个那个ribbon 就是那个丝袋OP 就还挺值得 因为那个长一些 它那个 哎呀会是 瞎猜了 瞎猜了 没办法了 这还怎么办 我只能在这个品牌内部对比 是吧 这个baby和baby之间定价 很难讲 对 嗯 OK OK 嗯 是件会给人带来欢乐的裙子 这个模特真的很高 你看 穿它身上到大腿中间 我估计这个是个正儿八点的 就是那种fashion model 所以它是那种 比罗的模特要高很多 这种普通的这种 日本的姑娘穿 都要 都不太到膝盖 非常短 这个裙子 然后 是 是一个渐变的料子 然后就是 哦 真是太欢乐了 这个我觉得 五百块不能更多了 嗯 不如说实话 感觉其实 就是你把这个花哨的颜色 去掉 然后把背后这个脱尾去掉 其实就是一款 蛮正常的 就像AP的 普通偏华丽一点的那种纯色款 就像什么 薔薇大小姐 是吧 我觉得薔薇大小姐 可能比这个还华丽一点的 前面大小姐 我记得大概 四五万日元吧 就三四千人民币 没有这么贵的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不到一万吧 这个到一万 但这个价格差太多了 嗯 Ombre 不能到一万 这个到一万 不合理啊 这个事情 茶会款不到一万 也太没面子了吧 这个蕾丝上面 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 蕾丝上面 可能带着点那种 花花的 闪片一类的 啊 这个裙子真的 我觉得不到一万 不太现实 就给它一万吧 一万太贵了 一万买这么一件 真的吗 真的要这样吗 不是真的 除去审美 除去审美 我觉得 大概也不能那么贵 因为没有那么多 说实话 就是没有那么多细节 也没有那么废料子 一万我不能接受 我觉得八千 不能更多了 对 那这样的话 整体我觉得价格 都要往下拉一拉 不然的话 差太远了 不太合适 我觉得这个八千的话 那cross 可能一万 五左右 然后蓝色那件 一万八把 这是我的最终定价 然后呢 稍微思考 不是八万 是8K 然后呢 稍微思考一下 baby那边 相比之下 我觉得baby那边 确实更华丽一些 然后配上 我觉得baby那边 价格差不多这样 好 到了揭晓 真相的时刻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富婆的世界 看看 哇 OK OK 先看 先看AP AP非常的简洁明了 以女的祈祷 就是cross 一万八 哎 差不多 我猜一万五 它一万八 然后罗马宝石 哦 蓝色那件反而更便宜 哦 蓝色那件只要一万三 我把正确答案打出来 一万三 然后刚才这个是一万八 这个猜的还挺整的 一万三 然后辉煌天空 哦 就这个 这个是一万二 这哦 还行 反正我猜出来的这个 就是最后那一件 是最便宜的 嗯 但是说实话 就这两个只差一千的话 朋友们 我觉得还是买蓝色那件 OK 看一下baby 我看 OK 先看 Dress本身的价格 薔薇小姐四代是一万六 哦 比我想的要低 一万六 然后 公主Dress是两万 还行 这样看的话比我想 主要是 我不知道 就我 我默认他们是在每年都会涨价 所以 那这个价格的话 可能和之前的查汇款 感觉价格没有差那么多 觉得是不是永恒辉煌比这些都要贵啊 然后熊熊公主的OP是一万六 哎 这个很准了 一万七 不错不错 然后 GSK是一万二 哎 这个也挺准的 差两千 就是很小的误差了 嗯 然后 这些 我看看 我怎么把帽子两千差不多 我说两万五 帽子三万二 差不多 照沙比我想的要贵 照沙我本来也 两万三万差不多 花朵 发带三万 OK 我们来计算一下 九千 哦 一万 两个裙子的配饰们加在一起 一万 五千加四千 九千 哦 非常准了 OK 相当准了 不快十几乱娘 有没有 然后再看一下 醒醒公主 OK 我这个 Excel 实在是 忘得太多了 OP的话 所有的小物 加起来是 两千三 然后GSK 反而加起来 三千二 但是这个 我觉得 这个头饰啊 什么的都可以 互相使用嘛 所以还是 合起来 看看啊 小物的话 我算的是 三千五 哦 那有点少 哦 因为它拖耳发家 算了两次 加起来是五千 对 所以小物更多一些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内容 让你们见识到了我这个十几多娘的能力 我觉得 尤其是baby的茶绘款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对 然后AP今年实在是 嗯 对 不过茶绘款嘛 我觉得因为穿出去的这个机会实在是太有限了 所以我最近其实也非常非常少买 因为这个裙子 你这么横向比较 你觉得一万六 两万嘛 都觉得没什么钱 但其实一想一万六 一万六是挺多钱的 说实话 所以嗯 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 如果你想要买这么一件珍藏的话 我觉得 是吧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 有些品牌可以花这么多钱 花这么多功夫 用非常精致的料子去做 非常华丽 不切实际的礼服 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幸运 对吧 因为 这几年之前 你即使想买都没有人卖 但现在其实至少你想买的话有人卖 所以 也是挺好的 好的 那么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 这个希望买的人 你们都这个 希望你们之后收到了以后 能够穿得开心 穿得愉快 好的 那么以上就这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